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摄山叶道经 第十六命 经文第四行 五根庄严固 身心坚固 金钦飞泄 常无迷惘 急然调顺 断住烦恼 五根 第一个是信 昨天跟各位介绍过的 第二个是静 精进 那么从这些地方呢 我们能够觉察到四神族里头有精进 五根有精进 五令也有精进 七觉知里头也有精进 八真道里头也有精进 那么由此可知 佛教里头任何一个名乡 他在哪一个不同的地方 他就有不同的解释 绝对不是一样的解释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这个根底精进 根底的精进 根底的精进 当然是不相同的 如果相同 佛何必分这么多科目呢 三十七道品就分成七个科目 由此可知 他说法不一样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佛说不失 布施说得多了 持戒说得多了 你也要清楚 他在哪一个科目里面 解释不相同 你懂得 这些原则原理 我们为别人讲解 自己修学 就会很清楚 真正能得受用 真正能得受用 五根 静根 是精进的根 那么照古人的这个说法 他是信诸法固 背策精进 这个意思不难懂 这个意思不难懂 对于佛所讲的一切法 你真正能相信 信根确立了 但是这个信要有根 它是有四个层次的 如果我们今天想信福 如果我们今天想信福 在家出家的佛教徒多信福 有没有根 没有根 所以这个信 最大多数是属于迷信 什么叫迷信 佛是什么 教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 他都没有搞清楚 他看到佛像菩萨像 他会拜 他很虔诚 但他什么都不知道 把佛菩萨当鬼神看待 他为什么要来拜呢 他来祈福 希望鬼神能够帮助他 希望鬼神能够帮助他 把佛菩萨当鬼神一样看待 佛神归不分 这个就是流于迷信 所以 过去一些大德们 提倡正心 什么叫正心 把佛法的这些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信叫正心 由理论做根据的 这就不是迷信 正心是有别于迷信 可是那个正心的佛教徒 他有没有根呢 不见得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他学得很多 学得很杂 学得很乱 那 可见得他没有根 它如果有根呢 它会有受用 有根必定是一门与深复 长时间的寻修啊 这叫有根呢 各个道理要懂 所以这个信也有根 它讲了四个 四个 呃 层次 是非常有道理 第一个 要信 第二个 要忍 忍这个字 用现代的话来讲 肯定 决定 没有怀疑 人是没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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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信 他有没有疑惑 他有 疑没有断了 那只在信 没有到忍 到忍呢 这个疑断掉了 你虽然没有了 咱们是谁赵塑 ви 蛀虽然没有了 肯定了 你喜不喜欢呢 你喜不喜欢呢 是不喜歡呢 事出十heart is rain 师出事件罚太多了 你在一切法里面 你到底喜欢哪个法 你在一切法里面 你到底喜欢哪个法 有人喜欢明文丽 有人喜欢五语六成 有人喜欢财富 那你对于佛法喜不喜欢 你喜欢的程度又如何呢 今天法师在这里讲经 你说你喜欢佛法 那一边有个人告诉你 你今天到那边去 可以赚一百万美金 哎呦 赶紧到那边去了 你这个欢喜是在财富上 不是在佛法上 这过去黎兵老常给我们讲 那一边说 你去一下可以赚一百万美金 他也不去 我要文法 这才叫真的落 可见得难啊 那个心要有根不容易 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你这个心才有根 于是什么呢 于是在法里头得到落 我们常讲法西充满 所以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心有没有根 心没有根呢 精进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会精进呢 必须性要有根了 必须性要有根了 他对这个佛法他自然就会精进 所以精进也有根了 五种根具足啊 菩提道 道上啊 就会往前面进进 不会退转 所以诸位同学要想的 道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看 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 还是从五根五立七谱地分 八身道修 那是什么 前面三颗 你具足了 你要想的 前面是四念处四正前四如一足 有这个基础才有根 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基础啊 没有这个三颗基础 你说有根 这根从哪来呢 前面三颗 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具备的条件 四念处是看破 四正情是断我修善 极功累得 四如一足是方向 这样念佛才能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修五根五立七谱地分八身道 主要想的 三十七道平 不完全局限于小城 它是佛门里面的共同窟墓 中门教下 贤教内教 它完全是通的 你看天台大师讲三十七道平 他老人家讲的就是以藏通别远 藏教的三十七道平是小城 通教是大城 别教三十七道平 原教三十七道平 那么在华藏世界 极乐世界 是语言教的三十七道平 由此可知 它的境界 不可限量 我们学佛如果不咋根 这怎么行 根要怎么咋 决定不要忘了十善也道 这个三十七个科目里头 每一个科目里面都包括了圆满的十善也道 而且三十一个科目里头 每一个科目都圆满包括其他的三十六个科目 少一个科目 你的修行就不圆满 就有欠缺 这是大经上常讲的一届十多多届十一 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的修学才有个下手之处 你能有这样的心结 有这样的认知 你自然会奋乏陆离 不需要人独处 为什么呢 有大利益 有大受用 总得要晓得这个道理 精进 你比平常人加倍的精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信心 席求着大圆满 大自在 大卸托 大卸托 人自然 静静 这个世纪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自自然然会写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呢 深深的通达明了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障碍 障碍了菩提大道啊 障碍了我们明心见心 障碍了大开圆解 你只要有丝毫的执着 那就是麻烦 这个精进做些什么呢 环是前面所说的 看破放下 断我修善了 要在这些地方真正下功夫 思念出惯 那是智慧 确确实实 明了 无常苦空 那是观神不尽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果 这是世界的 不但六道如此 舍法界也不例外 因此对于六道十法界没有一丝毫贪恋 在这个里面 就像诸佛菩萨实现的一样 随缘都日 顺经很好 逆经也好 顺经放下贪爱 逆经放下诚慧 他能放得下了 为什么能放得下呢 死是真相明白了 他看破了 所以他能放得下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断我修善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 凡是利益自欺的 都是我 为什么 正常我之 换一句话说 正常贪嗔痴慢 这决定是我 凡是利益众生 这是善 这是善我的标准 修道人 绝不求自欺 念念利益众生 我们修行为众生 怎么修行为众生 为众生做个修行的榜样 我们成佛道为众生 何以成佛道为众生 成佛道之后能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修行正果不是为自己 修行正果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 什么原因呢 六道轮回是我这个念头变现出来的 金刚经上讲的我见 我见不破怎么能超越轮回 那我们无事皆来 这个我见我像 严重的执着 想放下都放不下 齐心动念还是有功夫 这个事情麻烦了 我执不破出不了轮回 正不了圣果 这个圣果是小臣虚头还 大臣粗性位的菩萨 你没办法正得 我们要想真正成就 不在这里下功夫 怎么行的 功夫应该怎么下呢 往年李老师交给我们 换心呢 这个心怎么个换法 实在讲他讲的换心 就是改变念头 过去念头齐心动念总是我 我总是第一 现在齐心动念的时候是人 不是我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换心就是换一个念头 从这下去 齐心动念决定不为自己想 齐心动念一定是为一切众生去着想 这个才行 如果我们不肯这样做呢 这一生要想彻底轮回难了 要想教化众生就更难了 要想教化众生那就更难了 我念佛是为自己也能往生 我念佛是为自己也能往生 这个法门了不得了 社福王三世一切祝福都在谈 可是怎么样呢 我没有忘掉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一度 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什么时候我放下 我像 我尽 没有了 你才能够提升到方便游戏图 这个是净土法门的特别方便 所以称之为特别法门 修其他法门绝对不能成功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如果灵命中时 你这个私心自私自利的这种分别职责很强 你不能往生 在最后这一招的时候 把这个扶住 就是没有想到自己 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 你才能往生 那么 那么由此可知 我见跟我像 连求生西方净土 都是一个大障碍 如何扶断呢 这个不是灭断 是扶断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求生净土 敬阿弥陀佛 到西方击落世界 成就之后 道家此行 广度众生 这叫福 这个没有断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然后你才晓得 怎么去用功 怎么去经济 当然最好 现在现前 我们的功夫就得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现在就做福烦恼的功夫 金刚经上 云和降伏其心 什么心呢 自私自利心 分别执着的心 要降伏着 降伏的方法 三十七道品 就是前面散阔 念出正情 思路易足 你不用这个方法 难了 这个方法用得得力 在日常生活当中 做功夫就非常顺利 进步自然就很快速 这个经教一展开 意思你能够通达 愿皆如来震神 今天经教展开 意思为什么不懂呢 不但你看不懂 详细给你讲 你也没听懂 甚至于错会意思 原因都是在 没有放下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一定要转 然后才谈得上静跟 你的静静就有根 你自然会加倍用功 今天时间到了 讲这一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